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出来这一张它绝对是一个应用型的一个考点 那这个应用型的考点它可以结合到我们前面的货物运输 旅客运输和我们的危险货物运输里面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从事一个危险货物运输 运了一个危险化学品 那在整个运输的过程中呢 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导致了我们这个运输事故的出现 那运输事故一旦出现 针对危险化学品的一个性质 我们要提出消应的一个应急处置和它一个救援情况 对吧 这一张主要向大家阐述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啊 所以说第七章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和我们前面技术可以结合起来的一个应用型的这么一个考点 同样第七章这里面可能要大家背的东西呢 稍微会有一点多啊 比如说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事故处理 事故调查 那谁去调查 调查的内容有啥 事故报告包括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些呢是都需要大家去记得 包括我们一些应急的一个处置措施啊 针对不同情况的一个事故 那我们肯定要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 对不对 那这些应急措施呢是需要各位同学去区分的啊 你针对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案例背景 你能给它写出相适应的一个条件 那肯定不是说这个东西都是通用的 对不对 除此之外啊 还有我们的应急预案 包括它的应急预案的一个编制啊 啊 等等一系列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七章呢 总共是包括四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关于 倒入于书企业应急预案的一个管理 看见没 这一部分主要就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应急预案啊 从编制上到我们的演练上啊 等等一系列问题 那这个里面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啊 第二个就是关于应急处理器材 以及使用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灭火器啊 比如说我们的防护服啊 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去使用的啊 我们的小火转怎么用的 这些东西啊 在这个位置都可以给大家介绍 第三个是关于道路运输 应急处置和救援的一个措施 那前面我跟大家说了 我说不同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危险货物 不同的危险货物 那你肯定出现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发生事故以后 对不对 那你针对不同的危险货物的运输啊 我们的危险事故 那你肯定在这个处职啊 和救援上面是要有区别的 对吧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关于道路运输事故 调查处理的一个基础知识 主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事故调查的一个问题 发生了问题 你不能说救援完了 就救援完了啊 你必须要给国家啊 给我们人民 给我们社会一个交代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有事故调查处理 那总共是四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四个部分呢 也比较简单啊 但是它的内容呢 肯定是相对于第六章来说 它会复杂一点 因为第六章 我们说它是一个比较虚的东西啊 不像我们第七章 这个东西呢 它是实实在在的啊 实实在在的 我们来看7.1 也就是我们第七章当中的第一个内容 我们第七章当中的第一个内容 是关于道路运输企业 应急预案的管理 我们这一节呢 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你看啊 它主要是针对的 就是应急预案的一个编制啊 你看还有它编制的步骤啊 还有一个体系啊 内容啊 培训呢 还有以及它的一个演练 对吧 主要包括的就是这六个方面 通过这个六方面呢 我们系统的看一下 咱们这个应急预案的一个相关要求 我们来看第一个是关于应急预案编制的一个基本要求啊 这个应急预案的编制 首先大家得知道 通俗一点的就是说 你编制一个预案 你编制一个方案 那首先你这个方案肯定原则上要负责什么呢 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这些规定 对不对 而且你要针对我们企业来说 你的应急预案肯定要有针对性 那在针对性针对什么 就是我们本企业一些实际情况 主要的一个操作规程等等 对不对 因此大家来看这个基本要求 咱们这个基本要求的条数是比较多的 但是大家按照我刚才这个思路 你自己去想一想 你想既然说我们针对的企业标志了这个应急预案 那这个应急预案 我们肯定要让它有实质性的一个应用啊 对不对 你不能偏离轨道去偏离到别的地方 并不能千天去喊一些口号 对不对 它必须要有实质性的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要求 首先第一个就是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那这个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一个原则性大方向基本的 国家说啥 你要听啥 对吧 第二个就是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实际情况 这个就具体了 你企业是到底是干嘛的 你企业是用来做旅客运输的 还是危险货物运输的 你不能说我们其实主要经营方向就是旅客运输 然后你非得给我编一个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这个应急方案 那可能吧 不可能对吧 第三个是本企业的危险性分析的一个情况 第四个就是应急组织和人员的职责分工明确 并且有具体的落实措施 再往下就是第五个 我们要明确具体的应急程序和处置措施 你得有个过程吧 那出了问题 咱们说它是个应急预案 那这个应急预案 你首先要有应急程序吧 一旦发生事故 我们怎么样去启动 对不对 再就是我们的措施有哪些 并且要与其应急能力相适应 你不能说我们公司本来没有这个条件 你非得写的高大上一点 写的特别优秀一点 那肯定也不行 我们注意啊 对于应急预案来说 肯定是事故发生以后 我们要按照这个应急预案 去启动一系列的相关程序的 所以说对于应急预案 你必须要贴合你本企业的一个实际情况 第六个 有明确的应急保障措施 满足本企业的一个应急工作要求 第七个就是应急预案 基本要素要齐全啊完整啊 附件提供的要信息准确啊 以及我们应急预案内容 与相关应急预案相互衔接 那这些东西都是关于我们编制 应急预案的时候的一个要求啊 那这个要求呢 不需要各位同学背 但是你至少得知道 对不对 你不能说拿出一个要求 我觉得哪条要求都对啊 往下看看这个编制的步骤 编制的这个步骤呢 对于细节上的东西呢 我不想给大家说 因为细节上的这个东西 它不会考得那么严 说非得要你把这个编制的步骤 你给我重复一下 怎么编的 谁来编的啊 到底想怎么编 不需要啊 对于这个步骤呢 也就是它的程序问题 对于它这个步骤 也就是它的程序问题 我们能知道有哪些程序就行了 并且对于这个程序 你能给它简单的排下去啊 能给它简单的排下去 第一个呢 就是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 那谁来编制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要资料收集 那有人了 我们要想办法去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一些 处置措施啊 规程啊 还有我们一些的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呢 这些东西咱们得收集起来 对不对 然后就对我们的事故风险进行一个评估 为啥有这个应急 你肯定一点有风险 我们才有应急啊 对吧 然后进行我们的应急资源的调查 那前面我们说过了 咱们这个应急措施一定要什么样 要满足本企业的应急工作的一个需要 并且要和他有应急能力相适应 这么一个条件 看见没 所以说对于你本企业的一个资源调查 你要知道 并且如果在整个应急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哪些东西 你也得清楚 是不是 第五个就是应急预案的一个编制 然后最后是推演论证 你不能说编完了就编完了 编完了放哪 我一报批一上报就完事了 肯定不行的 你要你对你的应急预案 有一个实质性的这么一个推演 能保证他真正啊 拿到实施的时候能完成 第七个就是接受评审 第八个就是批准实施 那总共呢 我们的关于我们的这个应急预案编制啊 主要就是八个步骤 那这个八个步骤 刚才我说了 你尽量去把这个程序啊 把它的一个顺序给他能排明白 那下面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关于我们这八个程序里面一些啊 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来看第三个 这个事故风险评估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事故风险评估啊 在第三个步骤里面 我们要开展安全生产事故的一个风险评估啊 评估完了以后 我们要撰写一个评估报告 那这个评估报告里面啊 对于它的内容要求呢 我建议各位同学们还是知道一下的啊 包括啥呢 首先第一个 你要分析本企业存在的这个危险因素 那确定可能发生的一个生产事故类型 首先找到这个危险因素 确定类型 对不对 那旅客运输货物运输 结合企业的实际来分析各种事故类型 发生的一个可能性和后果 先找到这个因素啊 找到事故 然后你去分析这个事故 它能不能发生 如果一旦发生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对不对 通过这些东西呢 给我们这个事故啊 确定具体类别 以及它的一个级别 对吧 有了这些东西呢 我们评估现有事故风险控制措施 以及应急措施存在的一个差距 就是说 现在的条件下说 一旦出现了这个事故 我们能不能给它平得掉 是不是 如果平不掉的话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提出应急资源的一个需求分析 这个就是我们应急事故的一个事故风险评估 大家可以看到到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你得把这个危险因素找出来 是不是 第二个你就是分析它能不能发生 发生以后会发生什么问题 有哪些后果 然后去给它定级分类 第三个就是说 看我们企业现阶段 如果一旦发生这个事故 我们能不能平得掉 而我们的资源够不够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要提需求 是吧 这个是风险评估的一个问题 再往下看 就是最后那个批准和实施啊 那个批准和实施 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通过评审的应急预案 是由谁啊 暴露运输车辆维修企业 等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来签发实施的 反过来又问你说 这个预案做完了以后 我们谁来签发实施啊 谁来进行公布啊 向谁来进行公布 谁来实施的 暴露运输车辆维修企业 等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对不对 他们来签发实施的 证明是一个选择的一个考点 那一个是编制程序啊 一个是编制要求 我们来看第三个 是关于它的一个应急预案的体系 咱们这个应急预案呢 它通称叫应急预案 但事实上对于应急预案 它涵盖的范围不一样 它针对的情况 使用性不一样的话 我们把整个应急预案 分成了三大类 那有综合性的 你看从这个名字上 我们就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对不对 综合性的 多发的啊 多种类型的 那还有专项的 一个现场处置方案 我们把它分成三种啊 分成三种 这三种啊 我们看综合应急预案啊 企业风险种类多 可能发生多种事故类型的 应当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预案 那什么时候编制专项呢 对于某一种 或多种类型的事故风险 某一种或多种类型的事故风险 企业可以编制 相应的一个专项预案 或者将专项预案 并入到增衡预案里面啊 这是一个判断题的考点 但是对于危险性 较大的场所 装置或者是设施 大家可以看到 它比较具体了 对不对 具体到什么情况呢 都不是一个类别了 那具体到 比如说某个场所 某个装置 某个设施 这些东西 我们企业针对它编制的 那远远不仅仅是专项了 那叫什么 叫现场处置方案 看见没 最有针对性的 最详细的 就是咱们这个现场处置方案啊 范围最小的 那事故风险单一 微型线小的企业 可以只编制现场处置方案 企业应当在编制应急预案的基础上 针对工作场所 岗位特点 编制 减评 实用 有效的什么呀 应急处置卡 看见没 这里有个应急处置卡 可能考过一二件的同学 考过其他职业资格证的同学啊 对于安全这里呢 他是没见过应急处置卡 这个名词的 因为我们别的职业资格考试里面 其实对于应急预案的介绍呢 充其量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综合的适用性 我们专项的适用性 可是现场方案的适用性 以及他们一个演练的一个频率啊 主要就是这些 但是咱们的安全上面 对于咱们的安全上面来说呢 这个部分介绍的会多一点啊 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看适用性 那综合应急预案呢 是干嘛用的呢 它的适用性啊 是为了各种生产安全事故而制定的 大家看一下 它有个关键词 叫综合性的一个工作方案 整体上的综合性的 这个是综合应急序案的一个初衷啊 是本企业对生产事故的一个什么呀 总体的工作程序 现在你想 只要涉及到总体了 其实它就比较虚了 你也可以 我也可以 他也可以 没有那么具体的一个针对性 对不对 它是一个总体上的 总体的工作程序啊 措施啊 和应急预案体系的一个总纲 这是综合应急预案 它是比较大方向的 那再往下呢 就是咱们这个专项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是为应对某一种 或者多种类型生产安全事故 或者针对重要生产设施啊 重大危险源呢 重大活动 防止生产安全事故而制定的一些 专项性的一个工作方案 看见没 专项性的一个工作方案 根据可能的事故类型和特点 明确相应的专业指挥机构 享用程序和针对性的一个处置措施啊 你看 它就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了 对不对 比如说啊 生产设施啊 危险员啊 活动啊 那有一定的针对性了 但是我们的现场处置方案 它是更有针对的 比如说不同的生产事故类型啊 如暴露运输交通事故 维修企业事故等等 针对具体场所装置 或者是设施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啊 这个东西叫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 重点规范基层的先期处置应体现 自救 护救 信息报告和先期处置的这么一个特点 这个是现场处置方案 还有一个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提到的 这个现场处置卡 对不对 现场处置卡是什么东西呢 现场处置卡是在重点的岗位啊 人员的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 以及相应联络人员和连续方式 便于从业人员携带的 这个东西是你后期在整个运输过程中 你要携带着的 一旦发生问题啊 你可以根据我们应急处置卡上的信息 进行一个措施的采取 这个是应急处置卡 它是随身进行携带的 那同样按照使用对象不同的 我们可以分为应急组织机构功能应急处置卡 和基层重点岗位应急处置卡 主要包是两个 一个是应急组织机构功能组的 一个是基层重点岗位的 那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应急组织机构功能组应设置处置卡 可以展示什么呢 展示企业不同层级应急组织机构的功能组 然后以及有关负责人应急处置程序和一个措施 说白了就是给你分任务 对不对 落实到人的头上 那基层重点岗位应急处置卡 展示现场处置方案中 该岗位应急处置的一个步骤要点 看见没 主要就是具体了 一旦发生事故 你快点根据我们所写的这个东西 快点一步一步采取措施 紧急的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采取相应的一个措施 这是我们7.1.3 是关于应急预案的一个体系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指示点 是关于应急预案主要的一个内容 那关于这个内容来说 我们前面说了 咱有分类 对不对 有综合的 有专项的 有现场处置的 是不是 那么这个内容肯定也是有区分的 我们第一个先来看的 就是关于综合应急预案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教材上 对于咱们这个综合应急预案呢 它的主要内容给大家写了7个方向 大体是7个方向 但是这7个方向 肯定不能都给大家说 有些东西呢 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个 说应急预案的一个体系 还有应急组织机构 和它的一个职责 那么这些东西 其实和我们前面 很多内容都是重合的 所以说各位同学 你自己回去翻翻教材 然后把这个部分的指示点 你自己好上看一下 我就不在课堂上给大家说了 但是下面的关于我们的预警的信息的报告啊 以及我们第四个哈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预警信息的报告 这个预警信息报告哈 我们是干嘛用的呢 它是要明确预警分极条件 预警信息发布 预警行动 以及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的程序和内容啊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按照有关规定 明确事故及事故险情信息报告的一个程序 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这个内容里面有些东西 我想让各位知道 内容里面其实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信息接收与通报 然后就是什么 信息的一个上报 以及信息的一个传递 主要是信息这么流通一个过程 那第一个 关于它的接收和通报这里面呢 咱们是有一个要求的 说你要在整个内容里面 要明确啥呀 要明确它24小时应急值守的一个电话 是不是 事故信息的一个接收通报程序和责任人 你不能说一旦再出去了 在路上我发生了问题 我拿出我们的卡卡片 我都不知道找谁 是不是 那我发布给谁呀 包括我们的上级啊 主管部门啊 我都不知道是谁 那你说我这个一旦发生问题 我找谁呀 肯定没地儿找去 对不对 至少你要有一个值守电话的话 我打给你告诉我出问题了 你可以知道你怎么去处理 或者是你接收到一定的信息 告诉我怎么去处理 对吧 因此啊 我们要明确24小时应急值守的电话 事故信息的一个接收通报程序和一个责任人 第二个就是信息的上报 那这个信息的上报 它就是逐级上报 明确事故发生以后 相关处置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 上级单位报告事故的一个流程啊 内容啊 实现啊 和他的一个责任人 对不对 这个东西前面我也给大家讲过了 说我们立即上报 是不是 如果特殊情况 我们可以直接报主管部门 对吧 那还有个信息的传递 明确事故发生后 像本单位以外的有关部门 或者是单位通报事故 信息的一个方法 程序和他的一个责任啊 主要就是从信息传递的一个角度上 来看这个问题 信息 预警信息的一个报告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关于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这里面呢 也有几个知识点 是需要大家知道的 就是应急响应 首先第一个 我们说这个响应的一个分级的问题啊 对于响应来说 我们分三级 你看 结合事故可能危及人员的数量啊 影响的范围啊 以及单位处置层级等因素综合划定 本单位应急响应级别 分为一二三 一般情况下是不超过四级的啊 一般情况下不超过四级 我们来看一级 一级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事故后果超出本单位处置能力 需要外部力量 介入方可处置 第二个就是说 事故后果超出基层单位的处置能力 需本单位采取应急想要 方可进行处置 第三个就是 仅限于本单位的局部区域 基层单位就可以采取应急想要 即可以进行处置了 看见没 一级是最严重的 说来单位你都处置不了了 我们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 比如说我们报警啊 我们的120啊 呃 我们的火警啊 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啊 我们网数报 让他们来协助我们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就是二级单位就可以处理的 三级就是我们的本单位的局部区域啊 自行就可以处理的 这是我们的应急响应的一个响应分级 那对于响应你分级了以后啊 我们有一个响应的这么一个程序 对不对 还有一点啊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应急响应响应的一个分级 那分级他不会让你背说一级是什么情况 二级是什么情况 他会怎么样 他会通过安理背景给你一个相关这种话语的一个暗示 暗示完了以后 他就问你 那通过应急响应 我们这个应急响应的级别啊 他到底响应级别是几级的 让你来进行一个判断 对不对 然后让你去分析为什么 什么是为什么 为什么说白了不就是这句话吗 啊 这个事故 他导致的后果 你本单位已经处置不了了 需要怎么怎么样 那我安理背景里面肯定会给大家写 对不对 这就是考试一种方式啊 我们来看这个程序的问题 对于程序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个就是想要启动 第二个就是应急响应的一个内容啊 那启动这里面说明确应急响应启动的一个程序和方式 啊 可由有关领导做出应急响应启动的决策 并且进行一个宣布啊 再就是他的一个内容 内容里面什么 明确应急响应启动后的一个程序性的工作呀 比如说我们的紧急会商啊 信息上报啊 怎么上报 对吧 应急资源的一个协调 后勤保障 信息公开啊 这些工作 主要包含的就是这些内容啊 一个是启动 一个是内容 这两个步骤呢 了解一下就好了 那这是应急响应里面 我们说的第二个 看应急响应里面剩下的 我们除了前面的分级啊 和我们的什么呀 程序 我们还有什么 应急的处置 对不对 扩大应急和享用 终止 处置就包括什么 医疗救治啊 现场监测呀 技术支持啊 抢救啊 环境保护这些东西 对吧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读案例和读新闻的时候 其实在整个新闻的界面上 到最后 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系统的说 对不对 到底这个应急处置 我们怎么样了 怎么去警戒 怎么去疏散群众了 对不对 现场怎么样进行一个监测 保证他不扩散啊 事故不扩散 再就是扩大一个应急的问题 扩大应急说白了就是说 事态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向外部力量请求支援的一个程序和一个要求 在最后就是一个享用终止 那这是个响应的问题 除此之外啊 对于我们这个应急预案呢 咱们还有后期的处置和应急的保障 那应急的保障包括四个 包括他的通信和信息的保障 是吧 你必须保障你发生事故以后 比如说你就发生在荒郊野岭了 那你必须得让人知道你在这发生问题了 对不对 旁边连过路的一个车都没有 你说你怎么办 第二个就是应急队伍的一个保障 第三个就是物资装备的保障 你不能说应急一启动 你要啥没啥 那你当时做应急预案的时候 你提的那些需求哪去了 第四个就是其他的一个保障啊 这是应急保障一个问题 剩下就关于预案的一个管理 预案管理里面要明确几个内容 这个几个内容呢 我希望各位同学们能知道 第一个你要是明确什么呢 明确应急预案宣传培训的这个计划呀 方式而要求 因为对于这个预案来说 你不能说我们这个预案编制小组 把它编完了就编完了 我们也不用进行演练 也不用下放学习 大家都不用知道 等到一旦出问题了 我们小组上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这个应急预案 你编完了以后 你肯定是要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有这个预案的 一旦发生了问题 我们要找这个预案 就是你心里要有一个数 你要对它有内容有一定了解 一旦发生问题了 我们要按照这个预案的内容 进行享用 对吧 因此我们要明确预案 宣传培训的计划呀 方式和要求 还有应急演练的计划 类型和评测 那这个评测呢 是需求不一样 对吧 再就是我们评估的一个期限 修订的一个程序 什么情况下 我们要进行一个修订 对不对 第四个就是明确应急预案的 一个报备部门 那这些东西呢 咱们都是要在预案管理当中 明确的 那这是我们关于综合应急预案的 我们往下看啊 看我们的专项应急预案的 一个主要内容 那这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 还是一个适用范围 刚才我们说过了 是不是 说明专项应急预案的 适用的范围 以及综合应急预案的 一个关系 关于它的适用范围 其实刚才就在介绍 我们综合专项 现场处置的时候 都给大家说过了 是不是 它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第二个就是应急组织机构 和它的一个职责 那明确应急组织机构 和各成员单位小组的 一个具体责任 应急指挥机构 可以设置相应的 应急工作小组 这明确到个人了 然后就是处置措施 针对可能发生的 一个风险呢 危害的程度啊 和影响的范围啊 我们要有针对性的 去制定相应的处置措施 那这个就是我们 专项的一个应急预案 它的内容肯定是要 比我们综合性的 一个应急预案 简单很多 因为本身我们说过 它就是有一定的 针对性的 对不对 那多有针对性的 就是咱们这个现场处置方案了 那现场处置方案 这里面我们先看 第一个知识点 就关于事故风险的 一个描述啊 对于事故风险的描述 我们要有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告诉人家 它的事故类型啊 这个事故 它发生在哪了 哪个区域地点 装置的一个名称 是不是 还有就是事故 发生的可能的一个时间 你要通过这个时间的推算 以及我们这些地点啊 你要对它有一个推算 对不对 以及危害的程度 影响的范围啊 可能出现的一个征兆 再次和染生的一个事故 那这些东西啊 都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描述的 这个是关于事故风险描述里面的 第二个是关于应急工作的一个职责 那分工明确 这是一个基本要求 对吧 还有应急处置 那事故应急响应程序 要结合现场的实际 明确事故报警 自救护救 还有什么呀 自救护救 初期处置 也好警戒疏散 人员引导 扩大应急等程序啊 这些就简单说一下 那现场初期处置程序呢 针对可能的事故风险 来制定什么 人员的救援呢 公益操作事故控制啊 等等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信息 等方面的一个工作方案 这给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经常单位可以依据初期处置措施 针对事故 现场处置工作 要求灵活制定现场工作方案 那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对于我们的现场处置方案 还有注意事项啊 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个就从人的方面来说 说你个人防护方面要注意事项 你不能说现场处置 是现场处置 我们去救援了 我们应急响应了 但是你不能说你不保护好自己 对不对 我们一直在强调 对于处置 对于应急 我们有一个自救 护救这么一个要求 对吧 所以说对于人来说 个人防护方面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防护服啊 防护工具啊 面罩啊 这些我们都要带起来啊 现场先期处置方面的一个注意事项 自救护救方面的一个注意事项 以及其他特别警示的一个事项 先期处置是什么呀 比如说我们进行处置之前 首先你要对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了解 你不能去盲目 对不对 你不能去盲目 如果说这个东西你真的危险性特别大 那我们肯定各种措施要做起来 你不能说我里面的人呢 里面的货呀 没救出来 你先把自己也搭理去了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我们这个安全绝对不是盲目的啊 绝对不是盲目的 说一旦发生事故上 我们去救人 绝对不是这样的啊 第四个是关于应急处置卡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这个应急处置卡上面呢 会有什么东西呢 首先你得有一个岗位名称 对吧 你要在上面明确应急组织机构功能组的一个名称 或重点岗位的一个名称啊 第二个就是行动的程序和内容 第三个就是联系电话和一个其他事项 我们说过了一旦发生事故 这个卡片 这个应急卡呢 应急处置卡是随身携带的 对不对 一旦出现问题 我们根据咱们这个应急处置卡上面的内容啊 联系 比如说他有电话 我们该汇报给C啊 汇报给哪些人 对不对 我们怎么寻求救援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是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啊 那是这是关于应急预案主要的一个内容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综合的 专项的和现场处置的一个救援卡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我们应急预案主要的内容啊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我们综合的 专项的 现场处置的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呀 我们的处置卡 对吧 主要包括这四个方面 往下看看我们第五个内容啊 是关于应急预案 他的一个培训 我们说过这个应急预案 你不能说我编完了就编完了 我放在那了 我存了党了 我上报了 然后就完了 对不对 我们不能啊 我们得让其他的从业人员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培训啊 倒入运输和车辆维修企业 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什么呀 必要的一个应急知识 掌握风险防范的技能和事故的一个应急措施啊 这也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看我们用手指口述等安全确认方法 帮助从业人员通过心想眼看手指口述 确保按规程作业啊 就是全方面的你要他知道 不能像宣读我们的大字报一样 说我就去夸发给你念一遍 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可能就是说 学历可能也可能跟不上啊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经验跟不上啊 等等一系列问题 他可能会导致你给我念的这些东西 我根本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所以说对于咱们这个培训啊 他讲究的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 因此你要有针对性的去给他讲述 我们这些安全生产和救援的一些知识 还有隐患和注意事项等等 对不对 该指示的指示 该指明的指明 该示范的示范 你千万不要说像念规范一样 我们集体开个会给大家念一遍 那其实效果并不好 对不对 我们的应急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旦发生事故 我们才会有应急院 没有事故 咱们应他干啥呀 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事故了 你的应急院产生不了实际效果的话 那编了他是白编的 好吧 再就是一个演练的问题 我们有培训了 肯定要有演练 对不对 那演练这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频次啊 这个是一个高频考点 这个高频考点 肯定不是指我们安全这个高频考点 是这么多年 我们安全考试里面都会出现的 包括我们其他职业资格考试 都会出现的这个考点啊 但是对于道路运输来说 它是一个重要考点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院演练 或者是专项应急院演练 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其实这道题呢 关于安全上 我没有给大家举例子 但是曾经这道题 在我们的一二件上 管理上面 他考过一个考课方式 他是怎么考的呢 其实当时他是给学员挖了一个坑 他那个选项就说呢 他选项阐述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说 我们国家规定了 咱们这个综合应急院 每年只能组织一次 每年组织 只能组织一次 专项每年只能组织一次 然后他让你判断这个句话 对不对 其实当时很多学员 在这个位置呢 是选错了 他就觉得 这是 书上不就写一次吗 对 但是你没有了解 咱们说至少组织一次 是什么意思 你今年可以组织一次 可以组织两次 如果说你们公司 对于这个问题特别重视 或者你们经费也够 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组织两次 对不对 他是至少组织一次 要注意这个问题 至少和必须 肯定是两个概念 必须的话 就是说 你根本没有那种要求 你做一次就行了 你不要给我做多了 这是浪费资源 对不对 当然一般也不会有这种规定的 但是当年就是出了一个 这么一个题 这个选项 给很多同学都搞晕了 当时就勾上去了 勾上去了 就全都错了 是个选择题的考点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个位置 他可能给你设坑 接下来我们看 关于应急演练的一个具体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 他的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主要看黄字的部分 你看他有哪些目的呢 为啥我们要进行这个应急演练 对不对 首先你为什么进行应急演练 是为了检验我们的应急预案 是不是 你编出来的那个应急预案 它只是文字版的 是不是 纸上谈明的一个东西 可能是结合了你的实际经验呢 实际的我们的一个操作规程啊 法律法规 对不对 但它终究是一个指制的东西 它到底行不行 有没有可操作性 我要对它进行检验 怎么检验 我们要有演练 对吧 因此 它的目的第一个就是检验预案 第二个就是锻炼队伍 锻炼队伍 有让大家有一定的一个应急能力 平时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事故永远不要出现啊 但是它肯定会出现的 如果一旦出现了的情况下 我们的救援队伍 没有第一时间能反应过来 没有这个积极主动的状态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因此要锻炼队伍 提高应急能力 再就是磨合机制 磨合机制主要就是提高协调配合的一个能力 再就是要起到一个宣传教育的作用 前面我们说了 虽然说咱们有培训 是不是 但是你培训这个东西 也只是通过培训的宣传的等等 实战演练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从实际的角度上来去看 提高人员的防范意识和自救护救的一个能力 毕竟我们纸上谈兵和实际的一个操作 肯定是不一样的 第五个就是完善准备 我们的应急演练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包括这几个 再就是一个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不需要各位背啊 原则首先第一个 你这个演练要符合相关的一个规定 要切合实验的实际 注重能力的一个提高 确保安全有序 确保安全有序 再就是我们的类型 咱们这个应急演练类型有两类 一个是按演练内容来分的 一个是按演练形式来分的 我们现在看按内容来分 如果说按内容来分的话 我们这个应急预案的演练有两个类 一类是综合演练 一个是单向演练 看见没 那综合其实它就跟我们那个 综合应急预案到底是一样的 它针对的是什么呀 多项的或者是全部的应急响应功能 开展的一个演练活动 对不对 单向的就是一定有针对性的 说我们针对某项应急响应功能 开展的一个演练活动 对吧 一个综合的一个单向的 那这个很好理解 字面意思上一理解就够了 那如果说按演练形式呢 我们有现场演练 有桌面演练 那现场演练 就是说一个虚拟的一个事故 对不对 让大家从各种的角度上 从我们的应急演练的内容上去出发 我们的车辆设备设施装置道路等场所 设定固定的一个情景 按照我们的预案开始模拟演练 这个就是现场演练 再就是一个桌面 用的是图纸啊 沙盘啊 流程图啊 计算机啊 视频啊 这些辅助手 愿进行一个模拟的演练 那不同类型的演练 可以是相互组合的 这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们比如说 我们可以配合现场和综合 进行一个现场式的综合演练 或者是现场式的单向演练 这些都是可以的 再往下看 就是应急预案演练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呢 大家捋一遍 首先预警和报告 然后指挥协调 应急通信 事故监测 警戒管制 疏散和安置 医疗卫生 现场处置 社会沟通 后期处置和其他内容 对吧 这个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你能知道演练内容有啥 后期的话 我如果真在案例题里出现了 对于这几个词 你能给他写上 写上几个是几个啊 写上几个是几个 对于他里面的内容呢 我没有在课上给大家说 你自己回去看 看一看就好了 剩下的就是关于 应急演练的一个组织 演练组织就简单了 就是说这个演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组织啊 那你首先你要对他有个计划 是不是 你要报告领导说 我们可能要组织一个应急演练 然后这个演练计划 什么时候开始 需要用到什么 对不对 再就是你有了计划以后 要进行准备 我们要成立演乱组织机构 编制演练文件 演练文件就里面就会包括 它的一些流程的问题 对接的一些问题 对吧 还有演练的一个工作保障 等等 最后就是实施 那实施呢 很简单 通过实施呢 我们要熟悉演练的任务和角色呀 组织预演 然后安全检查 最后演练 演练记录 评估 最后演练结束 那这些东西大家自己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最后就是演练的评估 我们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现场点评 一个是书面评估 最后是总结 总结这里面呢 对于这个黄字部分 我建议各位同学 给他背一下啊 一旦说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你知道 对于演练总结报告的内容 主要包括三个 一个是他的基本概要 你对我们这个演练 你要有一个基本概要 就跟我们编制这个师祖啊 编制我们这些很多计划呀 你首先你要有个概要的东西 是不是 你要给他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演练到底是咋个事 你不知道上来就对他进行一个评估 那你评估的是啥呀 谁知道啊 第二个就是演练发生的一个问题 取得经验和教训 当然啊 演练是为了什么 演练就是为了看我们这个应语验的 到底行不行 有没有可操作性 一旦有问题 我们必须要提出 并且要吸取经验教训 并且改正 对吧 再就是应急管理工作的一个建议 这就是他的一个总结啊 总结的一个内容 总结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资料的归档啊 进行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很简单的 就是说 你当你应急演练发生了我们应急预案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肯定是要改动的 对不对 那以上啊 就是我们第七大章第一节的内容 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应急预案的一个相关内容 从他的一个编制啊 编制程序啊 编制方法呀 啊 还有他的一个演练等等 一系列问题啊 分项里面 给大家介绍了 全方位的介绍了我们的应急预案 那我们第七章第一节啊 它是一个比较有实操性的 可实施性的 这么一个案例型的一个考点 所以说各位对他的一个梳理啊 他的各个框架的一个梳理 各位一定要给他回去好好看一下 我们教材上 我PPT上没有给大家想的内容呢 你自己回去通读一下啊 对他有一个框架性的一个感受 那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同学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